蓝贵人,跟奴婢去趟寿康宫吧,太妃要见你。 嗯?太妃要见我? 主子,蓝贵人带来了。 参见太妃娘娘。 起来吧,知道哀家为何叫你来吗?你难道忘了你进宫的任务了吗?这么久了,还没得到皇上宠爱。 对,如果不是哀家一直派人跟着你,你以为李嬷嬷今天能正好救了你吗?你可知道,跟你在御膳房吃东西的是何人? 他不是太医吗? 他就是当今天子。 天哪,他竟然就是皇上,可是宫里好可怕,我害怕我还没得宠就没命了。 你错了,在深宫之中,想不受欺负,想保住小命,你就必须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就安心地去跟皇上相处,有什么困难哀家会帮你。 什么?没成功?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?可恶。 主儿,您觉得今日之事有可疑? 哼,没错,今日之事,幕后有人想除掉奈兰书瑶,首先送了一封告密信给本宫,说于花园有人私会,然后安排人去侵犯他。 如果不是有李嬷嬷作证,那这人就借本宫之手除掉了他。 是何人这么大胆? 本宫推断,这个人肯定就是六个秀女中其中一个,敢利用本宫,看来他不简单,本宫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